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 就是一个行政学的准备的一个方法 那很多人其实在参加高补考的时候 他其实往往都不是本科系出身的 他都没有接触过行政学 后来问说 老师我到底要怎么准备行政学 第一个我又不是本科系出身的 然后我看到行政学的课本 每一本都厚得吓死人 好像砖头一样 我看完了之后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 然后有时候有看也没有懂 OK有看也没有懂 我到底都没有一个整体的概念 我到底要怎么准备行政学 我们说其实准备行政学 因为其实我也跟大家一样 我也是过来人 我以前在考研究所的时候 我可以举自己来当例子 我以前在考研究所的时候 因为我是大学是念的 也不是行政学本科系的 那可是当我在考这个 公共行政研究所的时候 我把我自己准备的一些心得告诉大家 其实你不用怕行政学没有这么难 行政学它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性的东西 很多人念了行政学之后 因为我们说行政学 它是一个借用的学科 你说什么叫借用的学科 你在念行政学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 我们都知道 行政学它是从 这一个所谓的政治学 衍生出来的 所以政治学是它的母学 它是从1887年 Wilson他写的一篇文章叫做行政的研究 1887年的Wilson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行政的研究 然后我们的行政学 因为他在行政的研究这篇文章里面 Wilson他主张行政与政治应该二分 行政与政治应该二分 行政政治二分 这是Wilson在这篇文章里面 他的一个观点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的行政学才开始有了这个独立的发展 也就是说 所以你会发现行政学里面 他探讨了很多观念 基本上还有政治学的影子在里面 政治学就是他的妈妈 那妈妈多少你都会受到妈妈的影响 即便你长大成人 可是我们行政学都不甘寂寞 为什么他会看起来好像这么难 或这么复杂的原因 因为他又去牵涉到 比如说心理学 比如说我们在行政学的准备过程当中 或论述过程当中 会讲到激励这一块的时候 我们会去探讨到激励这一块 那激励这一块里面 例如我们举一个例子 他就会提到Maslow的需要层次理论 OK需要层次 Oliver的ERG理论 Oliver ERG理论 等等这个都是我们讲的 这都是偏重在心理学的层面论述 在心理学的层面论述 那比如说 我们在行政学里面有一个章节 常常会提到一个东西叫组织的概念 我们常常也提到一个东西叫组织的概念 那组织这个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这个也不是行政学本身所具有的 你说组织的这个概念 基本上它是从气管里面来的 所以我们行政学也有企业管理的影子 OK 也有心理学的影子 也有政治学的影子 有时候还会提到比如说在财务行政里面 他还会提到 假设我们刚才讲 你在念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在念到财务行政的这个章节 财务行政的这个章节 还会有一些 甚至一些我们讲的财政的概念在里面 所以其实我们行政学 基本上就像万花筒一样 五花八门 那你在准备起来的时候 有些人就会觉得非常吃力 那其实你准备过程当中 我提供一些我小小的个人经验 我当初在以前在考试的时候 提供个小小经验给大家 它没有那么难 只要你能够掌握一些技巧的时候 当然你就会觉得其实很轻松 第一个你在准备行政学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找一本打底的教科书 这个教科书可以是大学老师的 写的这个教科书也可以 也可以是坊间出的这些参考书也可以 那哪一本其实 我觉得这要看个人 你就去书店里面找一本 你翻得顺眼的 你看得下去的 因为我如果跟你介绍说 哪一本我觉得比较好 那每个人每个人的想法可能不一样 也许我觉得好的你可能读不下去 第二个你要做考古题 那你做考古题不是乱写 OK 你做考古题 你要有循序渐进的 也就是你要至少做最近五年的 那你在做考古题的过程当中 你做题目 不是看过去 不是题目找出正确答案就好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还可以再分 做考古题 你说做考古题有什么好处 做考古题你可以了解初题的趋势 比如说现在 大部分国内的行政学的学者 他在研究的一个方向是什么 这你一定可以从题目里面发现 老师他们现在关心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 那这个都可以作为 你在准备各个考试 不管是高普考 不管是国营事业 或不管是其他考试 有牵扯到行政学的时候 都可以作为你准备的一个方向 那你做考古题还可以再分 我们还可以再把它区分为 做选择题的时候 你应该要怎么去来做这个考题 怎么准备 还有做胜论题 这是你要去理解的 那做选择题的时候 你要怎么准备 很多同学都会误解一个概念 就是说 我今天做选择题 我四选一 我就是选到一个正确的选项就好了 你不是这样子 你不是找出正确选项就好 你这样子 你会发生一个什么很大的问题 我下次 我只要把这个题目的错误选项 再做一点变化 然后我又出了另外一道考题 你可能还是会选错 所以你正确做选择题的方式的概念 应该要怎么做 除了找出正确的选项之外 你应该还要知道 你要再加上知道错误 为什么会错 所以换句话说 你做选择题的正确概念就是 我除了找出正确的一个解答之外 我除了做出正确的方向之外 即便这一题你答对 你都不要太高兴 你要自己去思考 我在做下一题之前 我要去思考说 那我其他的三个选项 为什么会错 你能够了解到 为什么其他三个选项会错的话 你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你等于做了四题 当你观念够清楚的时候 你就有一个好处就是 不管你这个题目我怎么出 我都会答对 我都不可能会做错 比如说我们举 这个去年的107年地方特考 这个三等的行政学的选择题 你看三等的行政学的第二题 他问你什么 他问你说下列合者最符合行政国的特征 你看到这个题目了 你看到四个选项讲什么 A跟你讲说 政府治理完全以法律为依据 这是A的选项 B的选项说解除管制 C的选项跟你讲说 司法救济的重要性日益提升 最后一个选项跟你讲说 行政权主导政策 第一个你就要想 我今天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 其实你在准备的过程当中 我们刚刚第一个跟你讲 你怎么准备第一个要找一本打底的教科书 也就是你要把这本打底的教科书给念首 观念一定要念首 当你念首之后 第二个当你在做考古题的时候 你就要把你在教科书里面 或你自己有去阅读过 参考资料的画面 一格一格就好像你在翻抽屉一样 或你在打电脑一样 你要把那个档案给叫出来 比如说你看到行政国 那你已经念过教科书了 我今天在看行政国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要想到三个字 你就要想到一个人 一定会马上浮现一个人名叫做瓦斗这个人 瓦斗然后你就会再浮现新公共行政 这个都是跟他有关的 我们的行政国第一个一定跟瓦斗有关 第二个就会出现新公共行政 这些词会跑在你的脑海里面 当它跑在你的脑海里面之后 你要再把档案叫出来 也就是什么叫行政国 因为我们都会知道 瓦斗他讲的这种 所谓新公共行政是什么概念 公共性的概念 浮现在脑海里面 你就要把它做整合的动作 也就是说 瓦斗在1968年 他提出了这种新公共行政 他强调是认为说 其实他反对的就是 自从沃尔森1887年以来 他们去强调这种所谓的 行政与政治二分这样的概念 瓦斗是反对沃尔森的这种概念 他认为说政治与行政不可二分 也就是我今天在行政的过程当中 往往会受到政治的影响 往往会受到政治的影响 所以我们行政最重要的是要做什么 政府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做什么 就是要提供公共财给民众 也就是政府最重要 要去落实的一件事情 就是公共性公共利益 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政府存在最大的价值 就是落实公共性公共利益 行政往往是会受到政治的影响 瓦斗就强调一个进一步的概念 说你今天政府在做事情的时候 我一定是势必公亲 什么东西都要自己来 当我什么东西都要自己来的时候 行政权是不是会一直扩大 无限的扩大 越来越大 大到就像气球一样 所以那个就是我们讲行政权的扩张 也就是到最后就会变成一种 行政国的概念 行政国的概念 所以行政国刚刚已经提到 关键概念了 行政权的无限扩张 无限扩张 所以当你理解这个概念之后 如果你输有毒手的话 当你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 你会先把瓦斗这个人民叫出来 把瓦斗叫出来之后 又叫出新公共行政 又叫出公共性公共利益 这些词全部都把它结合在一起 你就会知道行政国的概念 讲的就是行政权的无限扩张 因为他要强调什么 政府什么都要势必公亲 所以你看选项 那答案当然就是猪 他跟你讲这个叫行政权主导政策 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行政权的无限扩张 那问题其他三个选项为什么错 你要知道 这样才是你做考古题的意义 你看AO 他跟你讲说 政府的治理完全以法律为依据 这个是行政国的概念 应该是谁的概念 韦伯他们那个时期的概念 我在政府的治理完全以法律为依据 换句话说 你把它换成四个字 一言以蔽之 他叫做依法行政 他叫做依法行政 可是你提到依法行政这个概念 你会想到一个 如果你书念的勾手的话 你一定会想到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讲的传统时期的行政学 他们强调概念就是一种 由上而下的概念 他强调就是像韦博士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韦博士在强调这种所谓的层级式的 我们讲的层级的理论结构 我们讲的这种所谓的依法行政这样的概念 因为依法行政最常强调就是韦博士的概念 当然像泰勒 像费尧 他们也都强调这个概念 所以他其实跟传统时期的行政学会比较有关系 可是他今天题目在问你说 什么叫行政国 下列哪一个最符合行政国的特征 既然讲到行政国 刚刚你要想到挖斗 所以就会想到我们刚刚讲的挖斗 他是1968年提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新公共行政的概念 可是传统时期的行政学 是什么时期的概念 是从1887到1930 他其实跟1968年的行政国 有一段时间上落差 所以A不会选的原因在这里 也就是因为这种依法行政的概念 当然就是比较传统时期的行政学 他们所遵守 所以A错的原因在这里 那你知道错的原因 你还要想到原来他是讲到这种传统时期的行政学 传统时期的行政学 那B为什么错 B解除管制 解除管制是谁的概念 1980年代新公共管理的概念 解除管制是1980年代 在NPM崛起之后 NPM这种新公共管理 OK 以这种古典经济学 我们讲过了 以这种古典经济学为主轴的 他所崛起的这种新公共管理 为核心价值 新公共管理强调就是什么东西 管制越少的政府越好 也就是我们强调所谓的 这种所谓的小政府 我们说1980年代崛起的新公共管理 他基本上就是要反对1968年的 Waddle他提倡了这样的一个 新公共行政的概念 因为我们说Waddle他1968年 提倡新公共行政的概念 到最后因为政府什么事都自己做 所以他到最后会变成一种 行政权的无限扩张 会演变成一种行政国的概念 我们说行政国的概念 到最后就是会变成没有效率 因为你政府什么都自己来 反而会在台高主 这个也就是1980年代新公管理 他崛起之后 他就要反对这种概念 他认为说政府其实 你可以不要干涉那么多 管事管得越少 政府其实比较好 他认为什么事情 我们都司法企业 交由市场处理 司法企业交由市场处理 这种达成进而达成 这种所谓的小政府的概念 这种夜警式的国家 像是警卫 国家你只要扮演好 这种警卫式的角色 夜警式的国家 这种政府就越好 所以在新公管理里面 他们强调就是一个解制 因为他刚好跟1968年的挖头 他们强调行政国 大政府的是不一样的 因为行政国大政府 他讲的是一种管制型的政府 什么政府都自己来 什么都自己来 政府管的东西就会很多 可是到新公管理崛起之后 他强调就是一种 管事越少的政府 小政府的概念 司法企业 市场型的政府 企业型的政府 这个都是一样的概念 说他强调就是一个 解除管制的概念 所以B为什么错 因为这个概念是在讲的是 1980年代的 1980年代新公管理 跟我们题目问的行政国 根本就不搭嘎 年代上面有落差 这就是B为什么错的原因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C为什么有问题 C他讲的是说 司法究竟的重要性 日益提升 司法究竟的重要性 日益提升 这个是法律层面的 我基本上跟行政国 也没有什么概念 因为这是一个 比较现代化的概念 这是一个 牵涉到某种程度 牵涉到行政法的一个概念 其实在1968年的 瓦头他们的行政国的 这个概念里面 其实强调的国家跟人民的角度 还是有落差的 因为我们说过 我们刚刚回到源头去想 他的这种新公共行政 强调是 我国家为了要实行公共性 公共利益 OK 那当然你跟人民之间的 一个权力的落差 就会有所谓的落差 这牵涉到一种行政法来概念 就好像我们在讲一种 特别权力的关系 行政法的一种概念 OK 所以这个跟 瓦头他们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因为瓦头 当然只有因为 行政权力的无限扩张 所以他跟人民之间的关系 是一种特别权力的关系 也就是我们政府的一个权力 会比较大 人民基本上是趋于服从的 那C选项呢 他告诉你的是什么 司法救济的重要性日益提升 当然刚好相反 刚好跟我们这个边的 特别权力关系讲的东西 刚好相反 刚好相反 因为这个是后来比较近代 在行政法上面 他们去修正的这种 特别权力关系之后 才开始有去强调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司法救济的重要性日益提升 那可是C选项 刚好会跟行政国的概念不一样 因为A 讲的是传统时期的行政学 B讲的是1980年代的 这个所谓的NPM的卷洗 新公共管理卷洗底下的产物 那C刚好讲的是 这个国家跟人民的关系 你做这个选择题的时候 你不是只有知道正确的 你要知道错误的 而且你在知道错误的过程当中 你还可以把其他三个选项里面 在行政学里面 他的理论 他的学说 再拿出来复习 这个好处就是 你还可以顺便把理论学说 再复习一次 那你还会有一个整体性的观念 也就是我们 第三点要告诉你的 你在准备的技巧里面 第三点 你要有点线面的一个结合 你看我为什么我们刚刚那一题 有办法做一个完整的论述 除了知道正确选项之外 还要知道错误的选项在哪里 也就是你在读书的时候 第三个你要做点线面的结合 比如说1968年是新公共行政 1980年是新公共管理的崛起时间 每一个每一个理论都是一个点的概念 那你的线是什么东西 你的线就是你要把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 你在读的时候 你不是只有就这个每一个理论做了解而已 你还要把每个理论跟每个理论之间的关系 把它做结合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线 那什么叫面 你就要把你点跟线的结合 从你的档案里面拉出来 让我知道ABC三个选项为什么错误之后 我自然就等于做一题 就好像做四题的概念一样 这是做选择题的部分 可是我做生论题我要怎么做 为什么有些人分数他会特别高 特别高的一定他写的 跟大家有点不一样 所以标准答案 或者是坊间的这些教科书的解答 提供的答案 只是提供你一个思考的方向 你当然写的时候 你可以从那个方向去切入 但是你整体架构的铺层 你一定不要完全跟他一样 因为其实我们讲说 你读书读到最后 就是要见数又见领 你要有一个部分点的概念 而且也要有一个全观的概念 如果你只有见数不见领 你的概念都是很临善事的 当然你在做一些选择题 做这些生论题的时候 你就会有你的困境